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因为我现在是在这个民宿这里 然后在里面的公共空间 我找不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 所以我就出来外面录 我现在是用手拿日相机的 所以可能会有点晃 不过今天我要跟大家讨论的话题 就是关于女生一个人出去旅行的一些问题 那么就整理了几条小建议给大家参考一下 首先我觉得最需要明确的一点呢 就是你要确保你是可以自己照顾好自己的 就是确保你自己有这种能力你在独立旅行 如果你在家是一个比较依赖别人的 比较害怕一个人待着 接受不了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做事之类的 那你最好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首先独自旅行这件事情 本来就需要一定的勇气 还有独自生活的能力 那么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不具备这个能力的话 那你还是找小伙伴跟你一起出来玩会比较好 然后我在这儿也不是说建议所有的女生都独自旅行 是要经过慎重考虑 第二点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独自旅行的话 那么我建议你选择安全系数比较高的国家 就比如说像日本韩国新加坡这种国家 但是如果你英语特别差 然后你又不会那个国家的语言的话 那你可以先从国内比较安全的城市 比如说香港就是一线城市这种地方开始 就不要说一开始就一个人去完全语言不通的很远的城市 或者人特别少 治安也不是特别好的 比如说拉美这种国家就不太建议 第三点呢就是你在去旅行之前你要买好 一定要买好旅游保险就包括行议险啊 旅游意外险之类的保险你都要买好 在出发之前呢把你的重要证件都备份了 就是存一个电子档在你的就是手机或者电脑里面 第四点就是在外面财富不要轻易的外漏 就不要让大家知道你有多有钱 这种其实我觉得已经是常识了 就还是给大家提个醒 穿着上就尽量的朴素跟方便一点 可能会有女生想要穿很好看的裙子去拍照 但是在一个人旅行的时候我是不建议的 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穿裤子穿运动鞋 就是方便移动 还有就是夏天也不要穿的太清凉 就穿的朴素一点 不要在街头太过惹眼成为抢劫的对象这样子 这个时候就不要穿那个背心超短裙跟高跟鞋了 那么这个财务你也要分开放 就是你不能把你的所有现金跟卡跟身份资料 都放在一个包里 你一定要分开放 第五个就是要随时让家人跟朋友知道你的行踪 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就是我会一天 比如说我睡前或者我吃饭的时候 会给我爸妈发一条微信 或者是我直接就是拍一个视频 这样给他们发过去 让他知道我今天做了什么 我在哪 那么也希望你们一定要这么做 就是让你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你现在玩到底几千了 去到哪了 知道你的行踪 这样也比较就是让他们放心一点 第六个就是在独自旅行的时候 不要理奇怪的人的搭讪 特别是在一些不熟悉的国家 因为你不熟悉那个国家的国情 所以不知道这些街头给你搭讪的人是什么来头 那么你就不要轻易的去理 如果在一些语言不通的国家 你就假装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然后就无视他 就不要去理那些搭讪 因为我觉得这种搭讪大多数情况下都不是好的 第七个就是不要随意去红灯区 就是独自去红灯区或者酒吧club这种地方 因为你自己一个人没有照应 然后你也不可以喝酒 那其实去了也没什么意思 对不对 因为在外面还是保持清醒比较好 所以就不要自己一个人去那些地方了 可以留着跟朋友一起去 在夜间就尽量不要外出了 就天一黑你尽量就待在住的地方 这个是我比较建议的一点 还有就是移动 在城市范围内移动 就是一定要搭公共交通 巴士地铁 不要去搭 尽量不要去搭车 因为你一个人 一个女生去搭车 本来就挺危险 何况在一国他乡呢 就能选公共交通就选公共交通 选不了公共交通 那就那我们就不去了呗 第八个就是不要跟别人一起争执 买东西上出了问题 就是其他在钱财方面 各种方面出了问题 你能退让就退让 不要轻易跟别人一起争执 因为那是别人的地盘 你只有一个人 然后你可能语言也不通 你是没有办法赢过这场争执的 而且还会可能让你会有损失 所以就是能让就让 不跟他讨价还价了 就如果他坑你 你就把钱给他就好了 第九个就是你要牢记报警电话 在国外的话牢记大使馆电话 这样也有助于你寻求帮助 第十个就是你上街的时候 尽量就是看管好自己的财物 自己的包 最好就不要这样子 双肩背你的双肩包 你可以放到前面来或者鞋背 然后最好就是买一些安全性能 比较高的包 然后看管好你的财物 不要说看到一个漂亮的景点 就把包放下而去拍照 不要这样子 就随时随地都把包带在身上 然后重要的财物也是贴身鞋带 比如说护照这一些贴身鞋带 十一个就是在出发之前 你要谨慎选择你的住宿 不要选太偏的地方 就尽量住在地铁站附近 闹市附近繁华区这样子的地方 选择一些比较有保障的 轻旅或者酒店 民宿的话独自旅行我不太建议 因为民宿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风险 轻旅这种是有管理制度的 还有酒店这种 然后在住宿的地方 也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 进出锁好门 把东西锁好 然后注意有没有人尾随你这样子的 第十二个就是 你要详细的安排好自己的行程 对当地要做一个了解 当地的物价 当地的地铁运营时间 还有去各个景点的方式 你要了解清楚 就是去那有哪一些车可以到 不要到那了发现自己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随随便便上了一个那里的人 忽悠你上的车 不要这样子 就对那个地方要做好功课 把自己的行程规划好 接着我说一下一个人旅行的体验吧 先说好的地方 那么如果你一个人旅行呢 这个是更加有助于让你认识新朋友的 你是一个人的话 然后他也是一个人的话 你们就很容易就搭话 我在住的就是各个国家住的亲旅 我都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 大家就是一起跟房东一起玩 然后还有一起去景点 也有一起去club的情况 感觉还挺好的 然后第二个好的地方就是我可以随意规划我的行程 我今天比如说我临时想去哪儿 我就直接去了 我不需要跟任何人商量 因为这是我自己的行程 然后如果我今天累了 我就直接休息 我可以不去 然后我可以在喜欢的地方想待多久待多久 我也可以去到一个地方发现不太满意 然后直接走 所以就是行程安排非常的自由 一个人旅行也更容易融入当地吧 就很容易跟当地的人 比如说咖啡店老板 然后民宿主人 还有一些比如说路上遇到的人 聊起来一个人的话 而且如果你敢的话 真的可以就是发掘一些很local 很当地的那种体验 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觉得自己的心灵其实是比较放空跟安静的 就真的不会有太多嘈杂的因素影响你 你可以把这次旅行当成一个冥想的过程 你也可以在这段旅行中完全放空和放松自己 也不用去照顾其他人的感受 你就只管自己心灵的沉浸 我觉得一个人旅行也是有这样一点好处 就是有不好的情况吧 首先就是一个人的话就旅行只能自拍 其实也不一定你可以找路人 或者新认识的朋友帮你拍 但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有时候想要记录的话 会比较的没有那么方便 大家都醒了 现在是早上大家都醒了 我就在这边说吧 还有个问题就是 当你想要跟别人分享 这份美好的时候 不一定能找得到人分享 如果是在网络上传递这种快乐的话 我觉得会减少很多乐趣 就比如说我看到很漂亮的山 景色还有烟火的时候 就身边如果没有人的话 确实不能分享这份快乐 跟感动的话有点挺遗憾的 一个人旅行的时候 刚开始确实会怕 我自己也很怕 就可能个人去餐厅里面点餐 自己吃饭可能都做不到 但是就迈出了第一步 就觉得克服了之后就好了 之后就都比较顺利了 就不太怕了 也是一个积累经验的过程 那么我希望所有有独自旅行想法的女孩子 都可以就是顺利的 安安全全的完成这一段旅行 然后收获这一种很特别的体验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记得一条龙哦 感觉在这儿没有办法说的很详细 记得一条龙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